HELLO 我手上這一部就是Google最新推出的Pixel 3a 雖然它不是用Android 10的系統 不過都有一些新功能可以試到 例如在Google map上用到AR的功能 現在跟大家試一下 現在就馬上試一下 在Pixel 3a上高的Google map 用AR的功能 首先開啟Google map 然後就選擇一個地方 例如我去Safeway 即是一間超級市場 在附近 按下Direction 先給路線 然後就可以看到 有一個Start AR的功能 按下 它就會找出一條路線 然後就 Continue with AR 接著 它就會叫你掃一下 周圍的景物 立即看到 已經出來了 指的箭咀的方向 那你就只要跟著它走就可以了 譬如我現在就跟著它走出去 這樣就走出這個路口 然後呢 就向右走 好 一路 這樣就有一個 箭咀指著 還有呢 你看到箭咀上高 就是有一條街的名字 所以就 很容易很清晰 就會知道怎樣走 變成 而你也都看到下面 就會有那個平面的地圖 那也有一個路線 讓你看到 那就是說呢 兩樣你都可以 很清晰地知道 你要怎樣走 好了 它就叫我在這裏 再下這條街口 那可能有少少震 就因為我正在走路 那 不好意思 這個都 不過 都大概都看到那個畫面 那個效果 那我就跟著它一路走 這裏 好 那現在就要過馬路了 那都 有少少危險 雖然 不過這條路就沒有什麼車的 那都OK 但是它叫我在馬路這樣直走 又挺搞笑的 那繼續 可以回這邊 那同時間 那同時間 都可以 看回下面平面的地圖 那都 看到地圖 就應該是 差不多到的了 那一路繼續直走 好 它又震了 因為呢 差不多就要 到這個 轉彎的地方 好 那就是在這裏轉了 就是叫我們 好 那跟著它 轉右 Continue this way 好 已經到了 那我們就來到 Safeway這間超級市場 我們 買了晚餐 回首店吃 繼續寫稿 回首店吃 繼續寫稿 我們在這裏 走